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pring Empties 第二集 那如果你第一集還沒看的話 我會把連結 再放在底下 那記得去看第一集喔 這一集我們比較要介紹的是 彩妝跟一些 有的沒的 那我們就先從彩妝開始吧 因為沒有很多 首先就是隔離霜 因為就是夏天到啦 然後太陽越來越大 所以就用掉了兩條隔離霜 一個是這個 QROW的 大家之前有看我的影片應該知道 我蠻喜歡QROW的隔離霜 但他們家的隔離霜啊 就是防曬係數沒有很高 像這一款是 SPF30 PA只有兩個加 那這一款呢我超級喜歡的 因為它很適合乾燥的肌膚 然後它擦起來就是像乳液一樣 它不像 它不是那種油油的乳液 但是它不會讓你的皮膚乾燥 然後它也沒有什麼防曬的味道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條 但是這一條可能只能在冬天用 然後它也很好推開 這一款呢是L Beyond他們家的隔離霜 這個我們介紹過很多次 就是它SPF50以上 然後PA4個加 這一款擠出來是比較油的 但是很奇怪就是它也很適合夏天 它不會因為是比較油潤的 就是讓你的臉容易出油啊 或者是什麼 然後這一款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一定會繼續回購 因為很少找得到 這麼適合乾性肌膚 然後又不容易脫妝 防曬係數又很高的隔離霜 大推薦 另外一個東西就不是那麼推薦了 這是一個小的sample size 這個是雪花秀他們家的 Even Fair Smoothing Makeup Base 就是它應該是那種試底乳 然後照理來講應該是讓你的皮膚比較柔焦 然後它擠出來是膚色的 可是這一款啊 我真的覺得就是試底乳 照理來講應該要幫你調整膚色 可是它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就是你之後再上粉底液也不會覺得說 你的膚色好像被校正的比較白皙或什麼的 就沒有 然後試底乳有些有控油成分 可是這罐也沒有 就是它擦的就是等於跟沒擦一樣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它會讓你的 就是後續的底妝上起來 效果沒有單擦的好 所以這罐我就不推薦喔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一款 它長得超好笑的 它其實是Integrate他們家的眼影筆 就它是比較粗的那種眼線筆 然後這一個顏色是BR614 它是一個比較溫暖的棕色 然後我非常喜歡用就是眼影刷 然後這樣直接這樣沾在那個眼影刷上 然後大力的暈染在我的眼皮 就是我覺得這個顏色是很適合東方人的顏色 因為它是溫暖的大地色 那應該也是很多女生會喜歡的 所以很推薦 而且就它一支啊就是可以用很久 然後Integrate是開架又很便宜 然後下一款應該不用再多說啦 這個是 就是 呃 波波小姐他們的內眼 呃 內雙眼皮 專用的 呃 雙眼皮貼 那 呃 內雙眼皮就是我用的是3號 然後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就是 不知道大家平常看影片 到底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我貼雙眼皮貼 我自己是覺得 看本人一定看得出來啦 但是 就是你平常這樣睜著眼睛啊 或者是拍照的時候其實沒有很明顯 然後所以我非常喜歡 而且不需要用膠 就你貼在眼睛上就好了 然後 這個月還有很多就是吃的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巧克力 呃 有三款巧克力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 登登 我先跟大家講我最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 這個是 呃 Goldeval他們家的巧克力 然後這一款啊 台灣買得到 它是 就是有 72% Coco 然後 呃 它就是黑巧克力 然後有杏仁 然後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吃 呃 怎麼說呢 有時候我們會形容保養品 就是什麼分子很細 很好吸收啊 我覺得他們家的巧克力就是 分子也很細 然後 很好吃 然後 就是 因為其實我是不喜歡吃巧克力的人 然後 我只喜歡那種苦甜巧克力 所以 這一款是 他們家所有的巧克力麵 我唯一喜歡的 然後也是 應該是我這輩子最喜歡的巧克力 這個我 一個月啊 不是一個月 就是我朋友幫我從國外買了三 三盒 就是三包 然後三包大概是跟台灣一包的價錢差不多 然後我好像兩個禮拜就吃完了 所以大推薦 就是如果你要去國外玩啊 或者是什麼可以買 不過 台灣的機場好像沒有這一個口味 那我非常非常推薦 那因為他其實在台灣買就是蠻貴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超市 然後有看到另一款我喜歡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 就是 嗯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欸 然後它是他們的海鹽杏仁黑巧克力片 就跟大家講就是我不喜歡巧克力嘛 所以我喜歡黑巧克力 然後這一款它就是 裡面是杏仁然後加上 有灑海鹽 所以它那種 就是 甜鹹甜鹹的味道就是更明顯 然後這一款我覺得 甚至就是 幾乎要逼近我剛剛說的那一款 所以這一款也很推薦 我是在City Super超市買的 那我買了一次以後 我一天就吃完了 然後我就隔天想要去City Super再買 結果居然沒貨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再也找不到了 然後所以這個就是也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而且它大概是 就是 這個三分之一的價錢 我是說以台灣的價錢來算 這塊好像台灣四百多塊吧 然後這只要一百多塊 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參考 然後另外一款就是 在我沒買到這個 之下 我就生氣 我就只要買另外一個牌子 這個是瑞士的巧克力 它是他們的真果黑巧克力 然後 這款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好吃 而且加上我喜歡的是杏仁 不是真果 然後所以這個就沒有很推薦啦 下一個是 這個 我只剩包裝了 就是 它原本是一個鐵盒 然後外面套著這個 我想這個應該有很多人知道 或者是你有收到過吧 這是新竹的一家烘焙房 它叫做RT Bakery Baker House 然後 這是他們家可以當喜餅 然後也有在販售的一盒餅乾 它就是裡面有八種口味的餅乾 然後每一個大概都是那種 Bite Size 就是一口可以吃的大小 然後 它就是 就是 你會收到一個鐵盒 然後它裡面是四乘四的 十六公格 然後就是每一格有放 呃 一個口味的餅乾 然後每個口味有兩個 然後 就是你 就是拿起來就一口就可以吃掉 反正這個餅乾非常好吃 我就是自己一個人 可以在一個禮拜內把它完食 就是 非常非常推薦這一家的手工餅乾 因為其實我吃過 呃 其他很有名的手工餅乾 然後我發現 有些手工餅乾吃起來會有油耗味 就是 它那個包裝一打開 然後或者是你在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個油味很明顯 因為其實餅乾裡面放很多奶油 可是這一家RT Baker House的完全不會 然後所以我真的是 非常愛它 然後還有一個也是跟 就是吃的相關 就是這個 這個是Sylvia在巴黎島的機場幫我買的 然後因為之前我們有推薦給大家 就是什麼 巴黎島比較有名的兩款咖啡豆 一個是金兔 一個是小綿羊 那個在台灣其實都買得到 然後就是我們喝的都是那種公豆 就是比較圓的豆子 然後所以Sylvia在機場看到這個就是 公豆是Peaberry 的咖啡 他就幫我買 然後結果 這款咖啡啊 就是 跟台灣買得到的金兔跟小綿羊比起來 已經算是比較貴 而且它很小包 然後重點是打開以後發現 根本是騙人的 因為它其實是公豆跟母豆混雜在一起 不過 我喝完以後 我是覺得 就是 還好 因為我平常都是用手沖咖啡 那我覺得手沖咖啡就是 豆子喝起來 我是喝不出什麼差別啦 可能比較專業的人才喝出差別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還好 可是這款豆子用Sylvia他們家的那種 義式咖啡機煮起來超可怕 就是超苦 然後 根本就是幾乎到無法下咽的地步了 對 所以 呃 大家去巴黎島的機場 還是別亂買吧 那有一款咖啡是我覺得台灣蠻容易買到 然後我覺得 呃 算是很不難喝的 就是星巴克的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Guatemala 就是 瓜地馬拉咖啡豆 然後 這是我喝星巴克的咖啡豆裡面 我喝完最喜歡的 因為這一款呢 它是帶有可可香 就是 有些咖啡他們不是形容什麼 有帶果香啊 然後 比較酸啊 或者是比較什麼 但這一款它就是店員就是說 就是 帶可可味 然後所以它喝起來很 很順口 很好喝 然後 我應該之後會繼續回購 因為 像剛剛跟大家提到那個 公豆咖啡豆啊 它就是 比較圓 所以我自己在用那個 就是 怎麼說 磨豆機的時候 我會發現就是 它公豆比較難就是 磨好 就是它有時候就是 下去的時候 它會 就是因為它很圓 它就會滾來滾去 然後不好磨 可是 Starbucks的咖啡豆都是那種 就是一半是扁平的 像是一個圓形被切一半 所以它其實很容易磨 然後 就是 比較方便啦 因為我平常是 手磨咖啡豆 然後有時候磨工豆 就是會 磨到涼工 因為它們全部都不下去 這樣子 所以這個 Guatemala咖啡豆 我推薦給大家 然後接下來兩個是 很隨機的東西 就是 這個 這個其實 7-11就有賣了 就是 這是它的一個什麼 超滑順牙線棒 超順滑牙線棒 然後我會買這個是因為它有附這個東西 就是 一個盒子 然後就是我平常會把它裝在我隨身的小包包裡面 然後就很方便 我之前是用那種就是 一個牙線棒然後單包裝 可是我後來覺得好像有點不是很環保 而且就是 用的還蠻快的 然後你要不停的回購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就是這個 它裡面有 50入 然後加上這個小盒子 在7-11賣 然後不會很貴 就是很方便 所以 尤其是 像我的牙縫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容易卡東西 就是 它也沒有分很開 可是它就是 會卡東西 然後所以就是 每天吃完飯都會很需要 或者是像你如果是有 戴牙套啊 或者什麼 我想你應該也會很適合 就是 隨身準備個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啊 跟大家推薦 就是我這輩子用過 最年最年的那一種 就是你知道 衣服有時候不是要滾一滾嗎 不然會有毛屑在上面啊 是哪一家的呢 就是 這是無印良品他們家的 衣物用清潔滾輪 這個東西真的超黏 是我用過最年的 就是 家裡有養寵物的人應該知道 有時候寵物店啊 會賣那種滾輪 就是如果你們家有養貓啊 狗啊 也會釣毛 那寵物店的那個 其實我覺得有些 就已經賣得滿好的 然後 像我自己之前是用3M的 我覺得3M的也很黏 可是沒有這一款這麼黏 這一款真的超威 就是 什麼東西都會被它黏起來 我自己是做過一個純事 就是 我在拼拼圖的時候 因為我花太久才拼好了 然後拼圖上面就很多灰塵 我就想說 那我拿這個滾輪把它黏一黏 一滾就是悲劇 那個 拼圖上面的漆整個被黏掉了 然後所以我拼圖有一塊就是 是光溜溜的 就是沒有圖案的 好 反正就證明了 它真的非常的黏 OK 以上就是Spring Empties 第二集 非常雜亂的第二集 就是混合了各種有了沒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 很 很胡亂瞎搞的 Empties分享 那我們下個月再見囉 I will see you next month Bye